在本视讯中我将分享一种昆虫 由于它的形状很小 人们很少注意到它 但事实证明它可能是我们家中的一儿 如果有东西粘在房屋的墙壁上 您肯定会迅速清理干净 但是不要以为这些只是灰尘 因为它可能是会引起横扬或者是遇上的生物 您可能也会感觉到惊讶 因为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附在墙壁上的一块树皮 事实上这种昆虫是一儿的幼虫 一儿在幼虫阶段会让人引起横养预伤和长时间的疼痛 可能许多人不了解一儿 好吧 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山鱼躲藏的昆虫吧 有些人的皮肤上长期有受到抑郁伤还有狠痒的影响的人来说 那么当你仔细地观察你的伤口 你如果是一儿造成的话 你会看到伤口里面会有大小像真一样的小孔 一儿是一种会飞的昆虫 通常这种昆虫的幼虫 它们只有像黄瓜一般大小的壳 这些壳可以是来自地面上的一些沙子 灰尘和纤维制成的 这些壳通常都具有正面和背面的出口 好让一儿可以更加容易的进出 而这些一儿的幼虫只会伸出它身体的一部分去逆死 逆死的地方例如是床底下或者是沙发底下 成长后的幼虫变成义儿后 它们的身体大约会有13毫米长的脂肪 最令人惊讶和可怕的是 义儿依然可以一次产下200粒蛋 一般上它们都会把蛋藏在它们认为可以安全孵化的地方 这些义儿也是有毒的 咬人时它们会将它们的毛发藏在皮肤上 而这些毛发会造成痕痒 预伤还有肿胀 由这些义儿钉咬引起的肿胀和预伤通常会维持好几天 甚至有时会超过一个星期 如果不加以治疗伤口 那伤口也会变黑 被咬伤的伤口可以通过涂抹止养药来治疗 但是通常在治疗药的效果消失过后 还会再次的感觉到痕痒 有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 是针对这种害虫定咬后 可以非常有效的治疗痕痒 是透过用胶布黏在被定咬的地方 然后再尽快的利用胶布的粘性 把昆虫的毛除去 除此以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振入活水的棉花 甚至使用水混合的脏脑涂在被虫咬的皮肤上 而下面它的最好方法是在我们Skill Thermal Exterminator的帮助下 因为这些昆虫非常的善于躲藏 因此很难的去消灭捕捉它们 因为这些昆虫非常的善于躲藏 因此很难的去消灭捕捉它们 许多云 优优独闻 就不见了 之后 女朋友们 通过这些�私 发动 发动